大家好,我是强华 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呢也是同样包括两个策略的模型和一些最后一些经验性的体会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DDR将上一个双金线的中短线策略 这里面呢我们会首先详细介绍一下这个DDR 它是怎么计算的和它的一些逻辑 然后再加上主要是一个均线的趋势过滤 然后是这个策略的主要部分 第二个策略是一个ATR趋势突破策略 这里面我们会详细讲一下这个ATR是怎么计算的 和它里面所代表的逻辑 然后呢它的入场呢是做了一些收盘价的一些比较来进行入场的 然后最后会加一些ATR止盈止损方面的内容 我们会把后面的内容稍微提前一点 然后最后策略的使用主要是讲了一些策略的分类 和策略是怎么配置的方面的内容 好我们就挨个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DDR和双均线的策略 第一个主要是详细描述了一下这个DDR指标是什么计算的 我们来一步步看过来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首先选定了NN1N2三个周期参数 而三个参数分明用在哪里呢 一个是用在第二步就是我们计算这个比率的时候 它是用了一个N 然后那个N1和N2呢 它实际上是在计算ADDI和AD部分用的 这个AD呢我们后面没有用到 所以你可以也不管它 因为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均线的均线 然后主要是用到了这个N和N1 具体步骤呢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算出这个range range呢它是后面这两个绝对值中比较大的一个 这两个绝对值是哪两个呢 一个是高点和之前高点的差值 一个是低点和之前低点的差值 然后做绝对值 哪个大就取哪个 即做range 然后再进行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做比较 比较这个一根8的高低点的和 和之前一根8的高低点的和 哪个大哪个小 如果当前的大 那么它就把这个DMZ 即做range DMF即做0 如果它更小的话 就是反过来 DMZ即做0 DMF即做range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高点加低点 可能会不太明白它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除以2 都除以2 那就很明显了 它实际上就是表示着当根吧 在走过的所有当根吧 走过所有的位置的中间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说当它的这个当根吧 它终点的位置是向上抬升的时候 我们这个DMZ就加了一个range 然后这个DMF是0 反过来就是DMF 一个就是当它上升的时候 这个Z增加 一个是下降的时候F增加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它就这样逐渐的一个一个的全部累积起来 就是到了我们的第二步 第二步是计算 它这个累积的一个比率 可以看看出来 这个DiZ和DiF 它们的分母呢 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ing周期 所有的这些核都加起来 然后呢 一个是除以它DMZ的累积 一个是除以一个DiF的累积 这样的话就得到两个比率 实际上一个是上升 上升部分 然后它那个range的累积的比率 一个是下降了以后 它的range的比率 这样得出了DiZ和DiF以后呢 再对它们做X 就得到了DDI这个值 这个值呢 实际上是有一点波动率的意味的 因为它的主体是一个 高点的X和低点的X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对这个DDI做一个均线 就得到了我们的ADDI 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这两个部分 也是一个均线和它的相比较的一个过程 这样讲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它这个指标应该是在代码上也是容易实现 我这里面都是伪代码 有一些可能它会有一些别的函数 比如说这个max在有些平台里面可能不是这样写的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总体的概念就是一个算出它的累积量 然后相减 算出它的累积量 然后算出它的比率 然后相减再做均值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一般情况下这个DDI指标是怎么使用的呢 一方面它可以分析这个DDI柱状线 如果由正变负它就是卖出的型号 由负变正是买入的型号 第二个就是ADDI和AD的交叉情况 以及贝类情况 这里面还是用到了AD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DDI是它们的差 ADDI是DDI的N1周期的一个平均线 然后AD是ADDI的一个均线 就是一个均线的均线的过程 然后这些指标都是用到的 然后以这个策略为例呢 它实际上也就非常清楚了 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用了DDI的这一部分 以多投入场为例 主要就是DDI大于0 就是那个柱状线 它是在正的情况下大于0 第二个是ADDI大于AD 也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短均线 在长均线的上面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用ADDI的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双均线 它是用一个均线过滤 做了一个趋势确认 仍然是这个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收盘价大于短均线 这里面的长均线稍微有点不同 就是他们这个短均线长均线 并不是用了两个周期不同的均线 而是这个长均线用的是短均线的均线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实际上效果也是有双均线的效果了 它就是用这个均线来确认了它的趋势 入场的话就是这样的两部分 满足DDI的这个条件和均线的条件 然后手术的配置方面呢 它是一个固定金额等权重 跟之前的也是一样的 然后止盈是到达了一定盈利幅度 是一个百分比幅度 而且是用了跟止损相同的百分比幅度 以后破短均线止盈 跟之前的那个昨天讲的那个策略是非常相似的止盈 和止损方法也是相似的 也是用了一个固定百分比的止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号展示 这个是一个 还是2016年上半年的罗文刚指数的K线图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K线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DDI的这个指标图 这个红色的这个柱状呢 应该就是DDI 然后下面这个两个均线 一个是ADDI一个是AD 然后可以看出 这个策略虽然说是一个中短线的策略 但实际上它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短线 就它虽然是一个五分钟的吧 但是呢 由于它里面的参数选取的比较大 所以它还是有一个中线策略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总体来说 这几波上涨的趋势都还是抓到的 但是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些特别 特别不好的情况出现 就是它在一些特别不利的情况下 反复的在这边累积了很多的亏损 而且也是一个自动配置手术的 下面的话开到了11手 它这个金额应该是配置比较大 所以下面的话开到了11手 下面的话就是9手 总体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策略 ATR突破趋势策略 因为这个ATR呢 后面我们会频繁的用到 所以我这里面先详细的讲一下 这个ATR到底是表示怎样的一种波动情况 ATR就是Average True Range 平均真实波动率 是1978年提出的 这个指标呢 主要是用来衡量市场波动的强烈情况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具体计算的 它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我们要计算这个True Range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均值 就是Average True Range 这个True Range呢 跟我们平时算的有什么不同呢 它其实主要是加入了一个跳空的影响 我们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计算它的True High 就是今天的高点和昨天的收盘价 更大的那个 然后True Low就是今天的低点 和昨天的收盘价更低的那个 更小的那个 然后把它们减一减 就是这个True Range 它实际上跟下面这一长串是等同的 就是高点减低点和它们的 那个绝对值差的大的那个 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跳空记录了 当跟把幅动波动幅度的计算范畴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图 这里就讲了True Range的三种情况 加入了跳空的影响 我们先看中间这个吧 中间这个最好理解 因为它就是最普通的 如果没有跳空的话 这个True Range就是最高点减去最低点 就是中间的这样的整个一段 我用这个标出来了 如果它有一个向上的跳空 那么它的最低点呢 是比它的收盘价还要高的 所以它的True Range呢 就是实际的波动幅度 是从它的最高点到昨天的收盘价 这样的一个幅度 然后相反的 如果它是向下跳空的话 它的这个昨天的收盘价是高于它今天的最高点的 所以它的它所要取的浮动范围呢 应该是今天的最低价和这个昨天的收盘价这样的一个差 这样一个很大的范围 所以这个就非常清楚了 这个波动率 这个波动率呢 也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它只是把这个跳空的情况 加入了我们平时观察到的一根K线的波动幅度 然后对它做了一个均值 也就是Tr的一个均值 然后ATR的指标呢 一般分析方法主要是这样的 一个极高或极低的ATR值 都可以看作是价格趋势的反转 或下一个趋势的开始 而一段较长时间的DATR可能表明市场正在积蓄力量 并逐渐开始下一个价格趋势 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因为我们做波动率突破呢 它总是从一个低波动率 到一个高波动率这样的一个过程 具体在行情上怎么理解呢 就比如说在底部盘整的时候 盘整的话 它一般波动率都是很低的 一小根一小根的K线 在这边多了很久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的ATR可能就会降得很低 然后当它有一波行情要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ATR就会慢慢慢慢起来 或者突然间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波动率一下子上升了 然后如果极低ATR的话 它一定是会在积蓄力量 准备开始下一个趋势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波动率过滤的方法 来判断趋势的开始启动了 然后同理 如果它已经在 尤其是在上顶部的时候 它会有个非常强烈的震荡 那时候的K线可能会比较大 那时候它的ATR可能会变得很高 这时候它可能说明有一段行情已经 就是结束了 或者暂停了 然后它的波动率可能会慢慢慢慢的缩小 而这个从低ATR到高ATR的这个 波动率过滤 是我们在这个趋势错里面非常常用的一种过滤方法 这里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ATR笔值的过滤 我们确定了两个值 Lens2是大于这个Lens1的 然后计算了TTE和TTR 两个都是ATR 一个是长的ATR 一个是短的ATR 然后做了一个笔值 这个KK就是短的ATR笔值 短的ATR除以长的ATR这样的一个笔值 这个跟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比如说短期波动率大于长期波动率以后 我们才做一个均线交叉 或者是区间突破这样的 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然后有了这个ATR笔值过滤了以后呢 具体这个策略是怎么进行开仓的呢 这里我先介绍一下简单的四周法则 四周法则呢 它的概念就是价格涨过前四周内最高价 就平掉空 操约并做多 价格跌破前四周内的最低价 就平掉多头 并做空 这个四周法则 可以说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是这个唐签发明的 它是一种追随趋势的完整的自动交易系统 最初是以四周的形式出现的 因为之前他们的交易几乎都是用的是 这个日线级别的 然后他这个用了一个四周 主要是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样子 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这个金融评论呢 这个四周法则之所以著名 是因为当时这个金融评论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里面对十年间二十多种技术指标 进行了这个测试和研究 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个策略是凝聚榜首的 而之后呢 是这个移动平均线 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通道类的 通道类的策略 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唐签 他把这个四周法则 演变成了这个唐签通道嘛 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用的这个高地点通道 它的本质呢还是顺应趋势 可用于这个信号过滤 我们用的更多实际上是一个通道突破 就是进场的时候用 而不是这个过滤 然后也与突破信号形成共振 就是它是一种通道 你也可以跟别的军线或者别的通道 形成一些共认 然后确认它的突破是否有效 这个是一个四周法则的 先介绍了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用的是一个它的变形 它并不是用了四周法则 而是用了一个这个收盘价 大于之前的这个四根的收盘价 它就是确认了这个趋势 所以它的入场条件实际上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它的波动率突破了 它这里面确定了一个值是N 如果它这个短期波动率 短期的这个ATR波动率的值 和长期波动率的值比值是大于这个N的 它就认为它的波动率突破了 然后它的这个收盘价又大于 之前四根它就进场了 那么止盈止损是这样的 以多头为例的话 它是以入场后的最高点为基准 随之盈利的增加 止盈点随之提高 然后是回吐一定的百分比出场 就是一个高点回吐出场 这样的一个算是被动止盈的方式 这个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主要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策略的信号展示吧 总体感觉来说 它虽然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这样一个策略 但是它的信号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第一点它是没有止损的 第二点它的 它只有只用到了这个波动率突破的 而且它趋势确认 它只是用到了一个收盘价 大于之前四的收盘价 这样的一个趋势确认 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一个趋势确认 所以它是非常容易入场的 基本上 而且如果你那个笔值选取的不好 它就会交易非常频繁 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确实 在每一步上面它都做了很多的交易 这种策略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把它的手续费啊成本啊之类 稍微提一点的话 它可能曲线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这是要非常注意的 而且它这个趋势可能会改得更 如果趋势确认改得更严格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表现 或者适当的加一些止损之类的 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表现 我们回过头来看呢 就是这一部分趋势的确认 close大于close4 这一部分我感觉是比较偏弱了 然后它没有明确的止损 但是开始上这一块实际上是有止损效果 因为它的这个最高点减去这个百分比 它开始是肯定在下面的 然后随着如果它最高点这样抬升的话 它才有一个止盈的效果 然后这个策略呢我也讲完了 我看一下下面是一些动态止盈止损的一些分享 然后因为由这个止盈做的方法 我想到了我平时常用的一个回吐百分比止盈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 比较顿的 就是会很晚才会触发的一个百分比止盈 就是它是先设置了一定的止盈金额 就是你的盈利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金额 就超过了这个金额以后 才开始启动止盈 然后呢止盈部分 止盈部分的百分之多少回吐的 我就出场了 比如说你一手罗文 如果赚了之前大概三五千这样 然后它回吐了这个三五千的 比如一两千 我就开始止盈出场 这个止盈一般是设置到最后一步 因为我们总是用的一个多层的止盈止损的方法 这个是最后一个比较的那个保障 然后这里面先讲两个ATR的止盈吧 把后面的内容稍微提到前面里 最后我就专心讲第三第三节课的话 我就专心讲那个ATR急轮法 这里面有两个应用这个ATR的止盈止损的方法 它这里面是叫止损 一个是这个吊灯止损 一个是叫悠悠止损 我们来挨个看一下吧 第一个是这个吊灯止损 还是以多头为例 它是以入场后的最高点为基准 回吐一定比例的ATR出场 然后一般选取的是2.5到4倍的ATR 这个是比感觉上是比这个策略里面 它是用的是一个百分比 是相对于巧妙一些的 因为它用到了ATR 因为相对于不同的品种来说 如果你用了一个固定百分比的话 你实际上是不能表达出 这个品种的一些波动率的特性的 而你用了ATR的话 是能表现出这个品种所处的一个波动情况 和它品种本身的一些波动特性的话 表现的话应该会相对好一些 然后这样的就是一个吊灯的止损 它是起这个名字呢 也是因为它像吊灯一样 它是从最高点这样子挂下来一个 几倍的ATR止损挂在这里的一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悠悠止损 它跟这个吊灯止损的不同点在于 它这个基准取的不同 它不是取入场后最高点为基准 而是取你这个一根吧一根吧走过去 这个每根吧的这个收盘价为基准 会图一定比例的ATR出场 一般全取 因为这个是跟着上根吧的收盘价动的 所以它的这个ATR就取得会比较小的 它是一般取1.5到2倍的ATR 取这个悠悠的名字呢 也是因为它是上下会上下摆动的 它是跟着这个收盘价上下摆动的 所以呢它是比较不容易达到的应该说 然后呢这两个止损呢 一般都会配合一些硬止损 就比如说百分比止损呀这些来配合使用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多层的止盈止损的方法 多层止盈止损就是我们可能会一个策略里面 入场以后会写好几层的止盈止损 就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止盈 你也可以设置不同的止盈金额 就第一层止盈金额达到了以后 我启动一个回途多大幅度 第二层止盈金额达到 我取一个多大回途幅度的 这样一层一层的 因为这个取百分比的话 这个你可能是知道它哪个会先启动 但是其他的一些方法的话 你可能并不知道 它先触发的是哪一层的止盈止损 但是它同样都对你的策略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然后多层的话呢 主要是一种是这个静态的 就是它随入场点是固定的 就像我们前面之前用的这个固定的百分比的止损 它都是入场点的价位确定了以后 它成一定的百分比 那个价格就挂在那里 它打到就是 它不会随着你之后行情的变动而变动 而动态的呢 就比如说像这个悠悠止损 它是根据收盘价位基准的 而且它的ATR也是变的 它都是会随着这个行情的变动而变动的 然后这是两种方法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结合使用 然后还有左侧右侧 就是我前面说的 一个是主动的 一个是被动的 主动就是你预设价格 或者波动幅度挂在那里 如果它打到了 它就自动会出来的 被动的话呢 就是当它趋势有反转 一般是盈利回吐了以后才出场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的一个 多层的支援止损的方法 那这样今天这两个策略 就是一个是DDI加双均线的 一个是ATR趋势突破策略 就介绍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是一个策略的使用 为什么要讲这部分内容呢 是因为之前有学员 交流的时候跟我说呢 他的想法呢 是这个策略模型 就是贵精不贵多 他是想我们对每一个策略呢 进行一个比较精细的讲解 然后来介绍一下 这个策略在哪些情况下 比较适用 哪些情况下 可能不是很适用 这个每个策略呢 其实我们 我感觉我们都已经 讲解的非常精细的 从这个策略的 每个策略的逻辑啊 和它里面的某些的逻辑意义 然后再到代码 都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然后这个策略的使用呢 这个就很难讲 有一点见仁见智的味道 总体来说呢 它就是如果有趋势 或者波动性比较好的品种 和行情项 它是比较适用的 然后我这里呢 就是梳理了一下 有一些大的一些基本原则 来看看这个策略 都是应该怎么使用的 主要分了三部分 我们一步一步看过去吧 第一个是挑选品种 其中第一项是流动性好 主力合约 这个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顶多有一些套利策略 可能会用到一些次主力的合约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活跃程度 成交持仓比 这个成交持仓比呢 我是用来刻画一个品种 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 因为成交持仓比大的这些品种呢 往往会比较好做 而且其实交易所 也都是在关注这个成交持仓比的 如果它大于二还是三 就是如果它很大的话 交易所可能会考虑用一些调整保证金啊 或者调整手续费 这样来限制它的一些成交 这个成交持仓比大 实际上它是会反映这个 就是交易的会比较多 它会比较活跃 这样的品种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做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ATR等波动率指标 就是ATR也包括我们的历史波动率啊 这样的一些指标 当然波动率比较好的品种 就是它每次跑的比较远 相对来说会机会比较多嘛 比较好多 第四个是运行区间比率等 趋势型指标 这个趋势型指标呢 比如说像AMA里面的那个 计算你当前的这个区域 属于一个什么样状态的 一个比率的指标 当前区域属于一个盘整啊 还是小趋势啊 还是疯狂的行情 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判断 这个品种现在是比较适合 还是它一直盘盘盘盘盘盘盘了很久了 这样的一些情况 第五个我这里面写了一些积极尝试新品种 是因为现在上的品种其实也蛮多的 每年都会上那么几个 而且一些老的品种 它会有一些就是越来越曲线 会有点走平 就像比如以前的罗文刚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做过罗文刚 以前可是称为小骨子啊 真是非常好做 但是现在这个罗文刚这个品种 就表现我感觉是大补钱了 还有这个铁矿热卷 以前都是表现蛮好的 现在都是比较一般 而反观的一些新品种 比如说从去年很早之前的 那个SF SM 规模 还有这个后来的苹果原油 它上了虽然没多久 但是他们的曲线都是蛮好的 就是说这些行情 如果你错过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可惜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现在如果观察个半年 或者短的话 三个月半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尝试的 我们不用放很大的仓位嘛 尝试着可以做一些这个新品种 这个是一个挑选品种 然后第二个是仓位配置 仓位配置嘛 主要就分两部分了 第一部分是 你这个要和资金量和投资周期 相匹配的仓位来控制风险 这个就是你要使用的资金 一般占你总资金量多少 现在我们一般保证金的话 一般是开30%的仓位吧 就算这样就算差不多了 不会开的更高 因为它程序化 虽然是你每个策略是自在止损的 但是它有可能持续的走低 或者有个平台期 你都是要在那个预算范围之内的 你首先第一个概念是要活下去 然后呢 第二部分是它各品种的仓位配比 这个就是跟你挑选品种有关了 也跟个人喜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你各个品种呢 是一个等仓位的 还是你会偏向某一个板块的品种 或者你偏向某一个品种 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策略配置的一些原则 第一个是不同类型的策略相结合 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策略 比如说形态刻画类点 波动率突破 像前面的那个ATR突破策略 区间突破 像我们前面讲过的布林通道的这个趋势加强和 后面我们会讲的这个唐积安的一个区间通道突破策略 然后均线类 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MACD的一个策略 然后最后写的这个Ego类就是可能你没有办法归入前面这些类型 或者你根本也不是很清楚 他都或者他用到了其中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 然后这些类型的策略呢 他在类似的时间框架下可能平台期会不同 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好处呢 就是他会平滑我们的这个总体的权益曲线 因为就是如果比如说一个品种 你看着上了比如三五个策略 但是实际上他的类型是完全一样 比如说都是区间通道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时间框架或者参数来调整 让他变得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类型还是就是相似度很高的 这样的话可能亏损的时候会同亏同盈的情况会出现的比较多 第二个是一个长短线策略的结合 长短线策略呢 这个从前面几个这个信号示例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不只是一个时间框架的概念 比如说日线的就一定是 日线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中长线策略 比如说五分钟的线 他如果取的参数是比较大的话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偏中长期策略 他不一定是一个短线的策略 这个就要看这个策略的时间框架 然后他的交易品率相结合来看 当然这个长短线策略如果能够相结合的话 那是效果会比较好的 因为他可以起到一个加减仓的效果 比如说你一个长线策略可能多头还持在那里 可能浮盐回吐着 然后你短线策略就已经空头开出去了 他就起到了一个止盈的效果 然后这个长短线策略实际上也就是不同类型的策略嘛 这样不同类型的策略相结合能够起到这个平滑曲线的效果 最后是一个参数微调 参数微调主要是针对这个你手术上的比较多 或盘口比较薄的品种 像之前之前骨子不是被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吗 然后他的就会导致他的盘口会比较薄 那时候如果上一两手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滑点 这个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个参数的微调 就让他稍微错开一下进出场的这个点位 比如说像那个通道 你可以取不同的参数 他那个通道的值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然后他这样错出错开了进出场点位的话 他对滑点是有一定的控制的 但是也有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信号 因为你这个错开了之后 他有可能一个一个策略 两个策略虽然是完全一样的 他因为参数微调的缘故 他可能今天有一个策略开进去 另外一个就没有开进去 他当天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信号效果 但从长期来看 我们测试过他长期来看 基本上效果应该是相互类似的 然后这个就是策略使用方面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也就全部讲完了 那我们明天见 大家再见